嗨,嗨大家好,我是Kevin 虽然我的频道里面拍过了非常多各种的搭配技巧 然后服装单品或者是季节性穿搭等等的题材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拍摄一定无法顾全到所有人的需求 所以呢,我又决定在IG的限动发一个问与答 来搜集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穿搭上的疑难杂症 那我现在就发出去 然后等个几小时后募集完大家的问题再来拍摄我的回答啦 那我们就稍等一下吧 2000年之后 各位,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收集之后呢 我们现在收集到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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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问题 那其实我大致看了一下 大家的问题主要会归类在五大类里面 那我就先从这五大类里面来回答 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 颜色如何搭配才不会怪 关于颜色搭配呢 我大概之前也有拍过一支影片 是跟大家分享我如何去搭配各个的色彩的 那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一支影片 基本来说呢 其实大家在颜色搭配可以参考 这个,就是色盘色轮吧 上面呢就有各个颜色的排列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依照相近色 或是对比色的方式去做搭配 让色彩可以比较互相呼应一些 然后一般刚开始再搭配啊 如果你本来都是黑白灰 然后想要跳脱去搭配一些比较特别的颜色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从一些比较非饱和的色系 像是灰蓝色、灰紫色、灰绿色等等的色系 这些比较没那么饱和的颜色啊 在搭配上也不会太难去驾驭 再来呢 就是多层次要如何搭配 那我觉得多层次要怎么搭 这个有一点太笼统了 因为要根据你的单品 喜欢的造型去分辨 所以你直接问一个 这个我有点难回答 但是蛮多人会问到说 内搭的长度跟宽度的比例 不管是短梯啊 或是衬衫也好 你的外面的宽度 一定要比里面的宽度来的宽 至少2到4公分 才不会变得很卡很别 长度的话一样 除非你是想要搭配里面跟外面的长度 落差非常夸张的造型的话 不然以我的建议也是 内搭的长度跟外搭的长度啊 尽量控制在3到5公分左右 会是比较和谐的长度 再来呢 就是宽松搭配的比例 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是就稍微讲 因为详细的话 我之前有拍过矮个如何穿宽松 然后矮个如何驾驭宽裤 其实都拍过了 大概讲的话 我觉得可以分为上半身 上衣 裤子跟鞋子 基本上鞋子的正面看过去的宽度呢 我会希望它是可以比裤子的裤脚再窄的 因为如果你的鞋子宽度可能比起裤管宽 或是跟裤管卡住的话 会很容易造成腿部变得很短 再来就是裤管的部分 如果要穿宽松的话 一开始我会建议搭配锥型的裤管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的人体的整体造型 是呈现倒三角的 比较容易达到修饰身材 而不会因为宽松而可以变很短的状况 最后就是上衣的部分 很多的问题都会问到说 为什么它选大一个尺寸的衣服 看起来很奇怪 但我跟大家说过非常多次了 宽松不等于原尺寸加大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真的想要搭配宽松的话 尽量是去选择宽松版型的T恤 它的衣宽跟衣裳的比例 才会比较符合大部分的身高 衣裳的位置落在裤裆一半 到最底下的那个中间 会是比较刚好的长度 详细的话 一样去看之前的影片会更清楚 同样的衣服要如何搭出不同的变化 这也是很多人在询问的 我觉得你们可以简单的用分类的方式 假设你今天是一条工作长裤好了 最基本的可以分成三种逻辑 第一种就是让你要搭的这个单品成为主体 就表示你的剩下的服饰都是以简单素面为主 第二个就是同风格 可能你搭配的是工作裤嘛 那就搭配一件工作外套 工作衬衫 然后配个工作靴 符合工作裤的整体造型 那这也是一个打扮 再来呢就是混搭 就是你可能搭配的是工作裤 你可以去混搭军装 可以混搭街头 用混搭的方式也能够搭出不同的造型 三个逻辑去着手 那我觉得应该都能够搭配出比较多变 然后比较不一样的风格啦 然后最后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 新手找不到喜欢的风格 那其实风格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看得那么重要 那只是一个一开始方便你去做抉择的东西 不用太执着说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一定要喜欢工装风 一定要喜欢军装风 我觉得都不一定 但是呢 我觉得在每一个风格里面 一定都可以找到一个是你喜欢的元素 先让自己的搭配回归到基本的素T 然后卡齐裤 军裤 牛仔裤都可以 然后去慢慢的加上这些风格里面你喜欢的元素 一点一点的拼凑起来之后呢 久而久之你一定可以离清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是你喜欢的感觉 相信各位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搭配造型啦 那回答完五大类大部分的问题之后呢 我现在回来看一些比较细向的问题 日系的裤子哪里买 这样简单日系的品牌 UNIQLO GU平价的Unity Arrows Green Label Relaxing Niko & Urban Research 就是日系的品牌 就能够找到日系的裤子 腿粗短又想穿高筒鞋怎么办 非常简单 你可以穿长裤 可以求是比例 也可以把高筒的那个地方不要全部露出来 那对身高也不会这么上浪 瘦子建议怎么穿呢 之前我有拍过瘦瘦男的穿搭请去看 最近在考虑买外套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外套 里面穿大学厅帽厅都不会太崩的 基本上我觉得这不是款式的问题 而是尺寸的问题 如果你担心里面的衣服比较厚会太崩的话 你只要买宽版的外套就可以解决了 宽版人载外套 宽版的军装外套 宽版的泵球外套都可以 所以就是以宽版去找 应该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竞品混搭大家能接受吗 我觉得竞品混搭 比较忌讳的是你把两个很明显的logo放在一起 就是你穿了一条爱迪达的三线裤 然后又配了一个很明显logo nike 的大学厅 然后又配了一双rebook logo很大的鞋子 那我觉得看一起 是 蛮怪异的啦 出门衣服都打理好了 结果小包一背上衣服直接歪掉 会发生这个情况呢 通常我觉得是你的衣服太宽 但是你的小包背带的部分太窄 导致你的衣服压缩了 那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你把包包背在里面 然后外面的宽版外套把它罩住 不然就是你要把包包的背带条比较长一点 背在外面也比较不会有皱褶 这是我个人平常搭配的小peeple啦 穿搭要先从哪个地方下手 有听朋友说买鞋 我觉得先买什么不是重点 一开始穿搭先从素面下手 都是简单好搭的 你在一开始才不会说 买来东西都不能搭在一起 矮的人比较适合膝上裤吗 没有错 因为膝上裤可以把膝盖露出来 让你整体的腿部比例拉强 所以在视觉上会比较显高一点 男生大衣长度怎么选 落在大腿的一半到膝盖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长度 虽然不是穿搭的问题 但想问孩子有没有推荐台北新北好拍照的地方呢 芝山站附近的戏曲中心 花博 北美馆 实践大学 这几个是我现在脑海中能够想得到蛮好拍的 不知道要不要用鞋盾 这个真的是看个人啦 大家有需要 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 但我自己其实不会用 因为我觉得鞋子如果有凹痕的话 才是着用过的痕迹 所以我不会介意 但如果你是真的超级介意的话 那你可以使用 就看你的需求 PVP 下个产品 什么时候要推出 没意外的话 应该是各位看到这支影片的隔一周 对 快乐搭载 等下 纯银系列新手第一次推荐几公分 如果以百搭的练长来说的话 我自己觉得50-55公分 就是像这一条会是最适合的 不管要单戴或是要挂最适都是很刚好的长度 想穿短裤但腿比较粗毛又比较多怎么办 腿比较粗的话就是膝上裤 可以把你的腿部比例拉长 那毛很多的话 蛋 是不是 小腿好粗壮 短裤要配长袜就很奇怪 怎么办 这个内容我之前也有拍过长袜搭配的细节 所以可以回去看那支影片 你应该搜寻长袜穿搭就会有了 帽子不露 刘海很像化疗玩的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应该是你的额头露太多了 一般像戴毛帽或是带棒球帽 我觉得如果你是想把刘海撩起来的话 尽量不要完全就是刚好卡在发肌线的位置 这么高 这么高可能就会比较凸一点 那你把它带下来一些 我觉得就不会太像是光头或是没头发的样子 好啦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回答各位的一些穿搭隐瞒杂症 就希望如果对搭配有问题的人 今天可以解答到各位啰 好 那今天就这样 穿搭小蜂蜂喜欢 那别忘了订阅我频道 还有IG 然后小铃铛 请帮我点开我新影片 那今天就这样 我是Kevin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